严格的说,丁建宇航现在已经是一名正式的NBA球员了,因为他与达拉斯独行侠队签下的并非血练营合同,而是不发保障的常规合同,期限为一年。 接下来,丁建宇航要参加独行侠队的训练营,代表球队打击签算,还要代表中国南兰出战亚运会。 丁建宇航在这个时间队内的表现,将综合决定这份部分保障的常规合同的走向,是变成完全保障的合同,还是回到去年就曾得到过的双向合同? 当然,如果是双向合同,丁建宇航或许还会拒绝,回路CBA再打一季,明年怎么机会? 即便如此,丁建宇航也没多少休息时间,没有多少与沙东队合连的机会。 今年夏天,丁建宇航选择为布鲁克林篮网队出战NBA夏季联赛,后由于西商退出,在大多数人的理解里,丁建宇航未能打NBA夏季联赛。 以为着起码在今年,他与NBA的勾连已经不多,会回山东队,继续在CBA赛场上大杀四方,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突然传出消息,丁建宇航与独行侠队签下了合同。 这足以说明,起码在个人意愿上,丁建宇航是铁了心要闯一闯NBA,有人去次解读,站在独行侠队的角度,他们是不是看中了中国市场,临时拉丁建宇航入伙,只想博取眼球。 我个人觉得,这种可能性不大,如果独行侠队的初衷是炒作,那没必要千部分保障合同,完全可以像刚开始媒体传出的那样,想征信拉出去练营合同,即可。 再有,丁建宇航去年拒绝了独行侠队的双向合同,难道今年会甘心走走过场?丁建宇航并未代表独行侠队打夏季联赛,他们却送上了一份合同。 这也足以表明,独行侠队对丁建宇航,也是很认真的,对于丁建宇航离NBA险阱,还有一个人不容忽视,那就是独行侠的篮球董事长小尼尔森。 众所周知,尼尔森父子和中国渊源脱身,他们让王志志成为第一个打赏NBA的中国球员。 小尼尔森还曾担任中国篮篮的顾问,小尼尔森在接受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采访时这样说, 我们跟中国保持了多年的友好关系。 当年有王志志合议,再到现在的丁,他们都穿上了达拉斯的球衣,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。 独行侠和中国有这么好的关系,我们在是否留下丁燕宇航这个问题上,当然会非常认真的考虑。 还是那句话,丁燕宇航今年并没有选择为独行侠队打NBA下季联赛,独行侠队却对他念念不忘,绝对不是一时兴起。 种种迹象表明,丁燕宇航离真正意义上的NBA很近了。 当然,前提是,丁燕宇航要在训练营和季前赛上,展现出自己的真正实力,真正在篮球层面彻底打动独行侠队。 为其如此,才不会辜负归人相助。